太空环境与地球最显著的区别就是失重 在地球看起来平淡无奇的过程 将在太空成为全新的体验 因此失重训练也是航天员训练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一环 要来第一次了 人在地面模拟这个微动力环境下公认的手段 第一个就是失重飞机 这是最真实的 抛物线飞行以后产生25秒左右的失重状态 但是这个状态比较短 做这些训练是不太适合 但是做一些某些科学实验是完全可以的 看到那个舱体的时候特别的大 哪一架真正的客机来做这样的实验 其实非常让人意外 很震撼 做每一个抛物线飞行的时候 在失重飞机里面的人是真的是飘起来的 完全可以体验太空中的感觉 这个时候会对人产生一些适应性的生理影响 是个空翻的那个感觉 我肯定一口说 我这一秒钟的时候我就能转四周半 我转了十几周没问题 你不要停我转一上 但是呢经过了那试验以后呢 我才知道航天员在的那个环境 你去做了一个空翻 怎么做得到啊 这种无约束的漂浮态的状态 给志愿者们带来了新奇的感受 可是随着任务的升级 挑战也随之而来 而这些仅仅仅是失重训练 对于普通人最友好的部分 我都到了 火星跑步 因为我知道我前庭特别不好 其实从第十次开始 我已经开始在反那个胃酸 但是我一直就是忍着忍下去 这是有时候人体的身体有限 我只能是撑到最后已经不行了 已经到口这块地方 是老师发现了我要吐了 所以他递给我指的 要不然我可能直接是吐在外面了